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隐患 钢化就是只对普通玻璃进行的一项特殊处理 来提高玻璃的强度 为了在保证美观 环保的同时增加安全性 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 建筑 桥梁等 都大量地使用钢化玻璃来代替以前的材质 那么如果钢化玻璃大量地作为材料使用 它的安全性到底有多高呢 从外形上看 钢化玻璃与普通玻璃并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让我们用裁切玻璃的刀来测试一下 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强度 咱这样 咱先来这普通的 没事 带着这防护就好多了 走 通过裁切我们看到 普通玻璃一拉就拉开了 那么换成钢化玻璃又会有怎样的效果呢 看来钢化玻璃的硬度确实不一般 但相对其坚硬如钢板的说法我们还是有所质疑 为了进一步加大实验强度 我们决定把相同大小的普通玻璃和钢化玻璃同时摔下 看看结果会如何 那个测试这个钢化玻璃的坚硬度 我们选择的实验方式是让普通玻璃和钢化玻璃同时倒下 看一看哪个会碎 也有可能两个都不会碎 不过你要不说这是钢化玻璃 我从表面外表上看我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啊 从颜色上 重量上 厚度上都没有变化 对 我们在玻璃摔下的地方放置了一根木棍 当玻璃摔下后会直接冲击木棍 那么 两块玻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三 二 一 三 我说了吧 哇 这个真的是一点 看到吗 我钢化玻璃上面一点事都没有 我把这些玻璃渣 小一手 小一手 我来来来 我来吧 我来 立出来 立出来 一点事都没有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 普通玻璃摔下后马上粉碎 而钢化玻璃却完好无损 此时 实验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发现这块钢化玻璃在摔下后 除了本身没有任何破碎 还意外地在木棍上弹了几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与普通玻璃相比 钢化玻璃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性质呢 我们决定继续实验 在一个空场地上 我们把几个木块垫在地上 然后把一块钢化玻璃放在上面 随后 我们拿走了一个木块 只留下三个木块铺在地上 这样一来 玻璃的一角变成了悬空的状态 最后 我们让工作人员站在未悬空的一边 保证玻璃的平衡 那么 如果在玻璃一角悬空的地方 占一个体重75千克的人 这块钢化玻璃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 现在已经 我感觉到它有点弹上下的这个浮动 对 已经成弧形 你们俩现在是翘翘板的形状 你可以再往后面试试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我现在半个脚已经出去了 对 你们快点下来吧 下来吧 我再看这个玻璃的变形 可以查 我现在加上这个灯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 对 你们俩能下来吗 好可怕 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个75千克的人 踩在钢化玻璃悬空处时 玻璃产生了一定的弯曲 但并没有折断破裂 看来不同于普通玻璃容易破碎 钢化玻璃的强度确实非同一般 那么 为什么钢化玻璃 可以在弯曲到一定的角度的同时 保持玻璃本身完好无损呢 钢化玻璃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性质呢 其实 钢化玻璃是一种预应力玻璃 为提高玻璃的强度 我们通常使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 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 玻璃承受外力时 首先抵消表面应力 从而提高了承载能力 改善了玻璃扛拉强度 钢化玻璃的优点主要有两条 第一 是强度较之前普通玻璃提高数倍 扛弯强度是普通玻璃的三至五倍 扛冲击强度是普通玻璃的五至十倍 提高强度的同时亦提高了安全性 在生活中 钢化玻璃在安装好之后 还可以应用于需要承载较大重量的墙体 吊桥 舞台等设施 我们实测用八毫米的钢化玻璃做的舞台 单平米能够承载七个人的重量 并且可以应对不同鞋地的压强 那么 钢化玻璃这么高的安全性 为什么还会屡屡出现突然发生自爆的新闻事件呢 钢化玻璃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弱点呢 我们决定用锤机进行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当用锤子分别击打一块普通玻璃和钢化玻璃的中间位置 普通玻璃立刻破裂 而钢化玻璃毫无动静 那么 如果换作锤机边角的部分 钢化玻璃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 怎么不行啊 没想到 在中间位置能应对锤机的钢化玻璃 在边角部位 很小的力量就能轻易将其敲成碎片 那么 为什么本应坚韧无比的钢化玻璃 会突然如此地不堪一击呢 为什么玻璃边缘更容易敲碎呢 这是由于在敲打玻璃中间时 钢化玻璃具有韧性 它能把力量分散到四周 这样很难击破 而敲击玻璃边缘时 其周围只能往一边分散力量 无法把力量传递到四周 这样一来就无法承受重力 最终破碎 其实 在现实中 虽然钢化玻璃坚韧不易碎的特性被广泛应用 但有时 我们也需要它能够一击击碎 才能方便人们脱离危险空间 比如类似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逃生出口上 我们都安装的是强度较高的钢化玻璃 以为了保证窗户在平时的安全强度 但在紧急时刻 人们也需要这种玻璃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快速破裂 以保证人在第一时间能够破装逃生 而由于钢化玻璃平时处于内部受拉 外部受压的硬力状态 当局部发生破损 会发生硬力释放 碎成无数小块 碎片呈分散的细小颗粒状 这些小碎片没有尖锐棱角 这样也就极大的降低了对人体的危害 所以 一旦我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突发意外 无论是用手砸还是用脚踹的方法 很难击破用钢化玻璃做的窗户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逃生窗口 拉下拉环 然后迅速逃生 其次由于玻璃的边缘比较脆弱 要用尖锐的物体击打玻璃的边缘 这样也能砸破玻璃 通过之前的测试我们得出结论 钢化玻璃虽然具有坚强不易碎的特性 但由于使用需要 我们在制造它的同时 依然会让其边缘四周成为弱点 那么 难道这个弱点就是它成为生活中安全隐患的原因吗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如果用这种钢化玻璃建造桥梁 稍有不审 万一山石滚落 击中了玻璃的边缴薄弱处 势必引起玻璃桥破裂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新闻事件中的玻璃栈道破裂 也正是由于钢化玻璃的边角部位受到意外撞击所致 我们注意到 景区的玻璃栈道使用的是双层的钢化玻璃 难道只要用这样的玻璃 我们就能够保证安全了吗 其实 我们看到的桥梁上的双层玻璃 实际是一种双层夹胶的钢化玻璃 这种玻璃是在两层钢化玻璃之间 粘合一层特殊的胶片 这样钢揉并济的组合 使玻璃的韧性大大提高 那么 这个现在看起来和一块普通的橡胶皮一样的白色薄膜 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这就是我们用的那种PVB胶片 是这个吗 这个是 就这么一层吗 对 没用想象中的厚 对 没想象中透明 它的厚度一般来讲就是0.76厚 0.76厚米 这只会把它拉得有点变形 然后它一会儿自己就会 这个也是吗 这个宽的也是吗 这个宽的也是 它能承受我的重量吗 我100斤 你试试吧 你试试吧 我坐上去 你先坐上去 好 坐了啊 弹起来 一点事都没有 太轻松了这个 这也不甘心 换你 小妮 你行吗 你能拉动吗 我不知道 我试一下 我也100多斤呢 我这100多斤 你能弹起来吗 我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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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帮你弹 算了 还是坏人 我怕我帮你摔了 我帮你摔这边 来 准备 可以啊 起码 我觉得一个成年男生 都能经得起 所以这个膜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 厉害的多 厉害的多 看着不起眼的一层薄膜 在两人的反复折腾下 既没有拉断 也没有破损 甚至都没有变形 看来这个胶片具有足够的韧性 亲眼看到了这块不起眼的薄膜 具有如此强劲的韧性 使我们更加好奇 它的出现究竟能让普通的钢化玻璃 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接下来 我们在生产车间 亲自完成了双层夹胶钢化玻璃的制作 打算试一试 现在这块钢化玻璃相较之前 会有怎样的变化 这块钢化夹胶玻璃做完了 你说它会不会像那单层钢化玻璃一样 在边角也是它的脆弱点呢 走 试试 我要先试试 这个夹胶玻璃到底是能不能承受住我这一下啊 力量还是挺大的 直窝筋 好像还真是没事 但你说它会不会像单层钢化玻璃一样 我砸边角的时候它也会碎呢 这个夹胶玻璃你看啊 它这个外面这层玻璃碎了以后 它并不影响它的整体性 而且它这玻璃碎了以后没有飞溅 通过测试我们看到 当夹胶钢化玻璃受到外力撞击边角 整块玻璃并没有像之前实验中 砸碎的钢化单层玻璃一样 全部发生碎裂 还是可以完整的立在架子上 如此看来 经过夹胶工艺处理的钢化玻璃的确更加坚固 且意外碎裂后不飞溅 不解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事件中 景区桥梁上的玻璃碎裂之后 并没有人员因此受伤 因为夹胶钢化玻璃碎裂之后 还可以保持在圆框架内 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因此使用这种夹胶的钢化玻璃作为桥梁建材 是具有安全保障的 其实在生活中 透明的夹胶钢化玻璃 在一些银行 珠宝柜台 自动取款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 为了达到更好的防护性呢 制造者一般会在普通钢化玻璃的基础上 不断增加玻璃和胶片的层数 而这种玻璃 据说不仅能挡住子弹的穿透 甚至炸弹的袭击 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呢 我们决定用实验来验证一下 这一次我们专门制作出了一种 由四层钢化玻璃加三层胶片组成的玻璃 准备用一种专门开山用的乳化炸药 对它进行测试 这种炸药只用150克 就可以把5吨重的巨石炸得粉碎 由于实验有较大的危险性 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选择了一个长100米 宽30米的靶场作为实验场地 这里是进行时代射击练习的地方 一般只有专业人员能够出入 而实验的全过程 我们也将在相关专业人员的保护下进行操作 确保万无一失 那么这样一种刚柔并济的组合式夹胶钢化玻璃 真的能抵挡住炸药的袭击吗 我觉得这个乳化炸药能否把防爆炸玻璃炸破 并不只是咱们衡量它的安全性能 或者说它这个保护性能的唯一标准 所以我准备了蛋糕 我验证一下 是蛋糕吧 所以我把蛋糕会放在这个防爆炸玻璃的后面 看它对蛋糕这么脆弱柔软的东西保护得如何 行吗 好 我放在这个位置可以吗 这个距离 8 7 6 5 4 3 2 没事 一点都没有看到玻璃渣 虽然这个声音仍旧吓我们一跳 后面所有车都撥了 现在可以去看吗 柯公 可以 可以 我先看看去 把车都震响了 那边车都报警了 哇 好大的一股火药味 你看这个蛋糕还蛮干净的 我现在你看看这个 是 蛋糕没事 是蛋糕是一点事都没有 还可以吃 还可以吃 哇 炸出来怎么会是这样 这不是咱们中间的那个胶吗 对对对对 你看这边整个都已经虚了 对 肯定因为它炸伴随着高温 但是这边呢 这边 是一点事都没有 没什么事 对 还炸出来一个很漂亮的花纹 是 真结实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 在炸药爆炸的瞬间 巨大的冲击力 把表层的玻璃震碎 但是胶皮的韧性 很好的缓解了炸药的冲击 把力量向周围分散 这样刚柔病剂的组合 最终抵挡住了炸药的袭击 那么 既然刚化玻璃 能够通过各种方式 变得越发坚韧无比 为什么关于它自爆的新闻 依然屡见不显呢 好端端的刚化玻璃 突然破裂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 这其中的原因 要追溯到一种 不起眼的矿物质 硫化镍 硫化镍 这个东西是在 玻璃圆片的生产中 不可避免的产生的一种 无色透明的晶体 硫化镍是无色透明的 而玻璃呢 也是无色透明的 所以 这个代表玻璃 这个代表硫化镍 单独看这两个东西 我们能看见 但是 如果把硫化镍 放到玻璃里面 它就隐身了 很难被发现 那话要说回来 为什么一块 那么小小的一点硫化镍 它能让整个刚化玻璃破掉呢 在这儿啊 我准备了一个 螺形 这个里面小黄球呢 代表的就是刚化玻璃里面的分子 它们 它们井然有序的排列了 但是 它们不知道 这里面藏着一个小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硫化镍会膨胀 就像这样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预兆 这个潜伏期大概有四到五年的时间 原来 藏在刚化前的普通玻璃中 含有的杂质 硫化镍 就是致使刚化玻璃突发破裂的元凶 而同样会导致危险的杂质 也包括其他矿物质 或者气泡等等 这些杂质如果出现在刚化前的普通玻璃中 如果经过气温冷热收缩膨胀的影响 就会改变整片玻璃的硬力 从而引起玻璃产生微裂纹 最终导致玻璃发生危险 所以冷热不均是刚化玻璃自爆的诱因 根本原因还是刚化玻璃品质不达标 而除了内在杂质过多 设计和施工对玻璃自爆也有关系 根据我国建筑玻璃应用技术继承的规定 零空面三米以上的木墙 必须采用坚固的夹胶刚化玻璃 这样即便其发生自爆也不会脱落 从而大大提高了建筑玻璃的安全性 本期节目我们通过探究刚化玻璃的生产过程 了解到刚化玻璃是普通玻璃高温加热后 急剧冷却形成的 由于其不易破碎且最后没有尖锐的棱角 如今已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随后我们通过垂击的方法 证明了刚化玻璃的弱点在其边缘 只要用尖锐的物体连续击打它就可以击碎它 而通过实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 刚化玻璃在经过和胶片的贴合后 会大大增强其韧性 才能避免玻璃自爆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